看来是材料那边 小强有消息了 这么快 很有效率吗 两个坏消息 你想想听哪一个 你一起说吧 一 你的钱花光了 二 你要的材料没搞起 谢了 看来剩下的 我得自己想办法了 到时候咱们就赶紧接上 你怎么又回来了 回来抢个boss 蓝精骑士 出蓝白精的那个 是叫这名字吧 你要蓝白精 对啊 公会有没有 没有 蓝精骑士杀过几次了 都是哪家公会杀到的 我不是你的卧底 也不知道其他公会的事 蓝精骑士目前抢过三次 分别被霸气雄徒 中藏堂和家王朝的人得手了 你们公会怎么这么弱啊 这么弱啊 我们公会在其他boss的争夺方面 大获全胜 这种事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最近有没有帮忙打理我们星星公会 偶尔上上 星星公会现在怎么样 状况还蛮稳定的 发展不错 那差不多该建立公会仓库制度了吧 再不搞点极品装备放进仓库里吸引玩家 工会迟早得散了 你说是不是 是 怎么样 你们蓝锡阁库存的装备有富裕没 先支援我们点 没有 你自己弄吧 你以为我是谁啊 现在谁有空 会长回来了 会长 老大 这次回来了怎么办啊 抢boss 什么日子啊 大家一起啊 我不期待啊 我们有帮忙的帮忙的 这个老队啊 五十级野兔boss 蓝金骑士 知道的都去西部荒墓炼击区 有发现立刻来消息 遵命 会长英明 马上就去 我先喊人 群里不是有其他工会的卧底在吗 你不怕大工会跟我们抢boss啊 抢我boss 可没这么简单 君莫笑要抢蓝金骑士 你们也才行刑有卧底啊 他会那么傻 在公平上宣布抢boss计划 他肯定是故意的 把主力调配到西部荒墓 让我们以为他的意图是蓝金骑士 实则略有所图 那他的真实目标 会是什么啊 等等 万一他的真实目标 就是蓝金骑士呢 以此误导我们 分散注意力 那没必要啊 我们的注意力本来就是分散的 这区域的所有野怪 就来 我看就死定他们的主力队 看他们能去哪儿 你是说 韩燕柔和包子入侵 有消息了 内线来报 行刑主力去了奥马尔山 原来他们的真正目标 是奥马尔山的落日猎人 那我们还不快派些主力队跟上 可是万一 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蓝金骑士 那该怎么办 那也不用怕 西部荒墓那边 咱们也多派些人 给他们来个精英对精英 人海对人海 行刑又没有什么厉害角色 人数一样 咱们稳战上风 出啊 赶紧拿下 你要进行工会那层的包子 咱们也上 落日猎人怎么还不刷新 会长 西部荒墓这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扛不住包子 坏团灭了 开什么玩笑 这么快就团灭 你们搞什么 对啊 墙野图BOSS 一直是工会精英团的工作 普通玩家根本没有实战经验 我们的人都不行 星星工会那帮菜鸟肯定完蛋 我们得跟上 会长 星星工会跟我们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是超越成细能 指挥者的水平不一样啊 起火空气 大意了 帮了他是自打战术大师之一啊 呃 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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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男精星工会 成功益伤 五十几一野图BOSS 蓝鲸骑士 呃 呃 这不都装 诶 四边里看 四方啊 这不都装 真棒啊 天哪 留地徽章 极品城庄啊 城庄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所以这件装备属于工会 一会儿我把它放在工会仓库 大家去仓库时 可以看到使用规则 徽章 又想干嘛 你们蓝锡阁的工会仓库制度 借我看看没 快点啊 你这破案又是什么可藏的 你们蓝锡阁谁看不到 你今天到底是在干嘛呀 先是突然上线 又带着人抢了boss 现在又让我给你仓库制度 说 到底有何居心 工会嘛 不都干这些事吗 能有什么居心 你能不能别磨叽了 我懒得抄一遍了 你直接给我个文档 不会这么简单 难道说你要 你气太多了 我就是想让工会正规点而已 别废话了 快把文档发给我 就这样 大神 麻烦把工会名替换一下好吗 辛苦您了 什么工会名啊 不 是这样啊 你再发我一份吧 刚才那山了 这份好像不一样啊 我改了改 不错 比刚才那份强多了 你文笔不错呀 刚才那份谁写的 啰嗦得要死 那份也是我写的 大工会人才就是好啊 要是我们的班子里 有这么一个人才就好了 有话直说 我就是觉得呀 你这样的人才 如果不能来我们星星工会 试诞才华 那就太浪费了 再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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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